歡迎收看2分之1強 歡迎來到女人的殿堂 你說 為什麼昨天打給你 不接 昨天是這樣 我們家的貓 他就不小心滑過來 這麼剛好 那前天打給你 你也沒接啊 前天是吧 那可能很早 因為我一大早 你知道嗎 我去還遇到 請問一下 你這個身材 這麼胖你跑得動嗎 不適合嗎 當然不適合 再加上貓咪是你老婆養 你根本就不管 所以你說說可以拿那麼多的藉口 不接我電話 你為什麼要咄咄逼人呢 把我們逼到牆角 好好講話 朗朗 我告訴你 可以了吧 還不看啊 大家好 今天要講就是說 我們男人理由很多 說我們是理由博 是啊 不是嗎 你剛剛都不是理由嗎 是啊 我們是給你們女人一個面子 講兩個理由 讓你們有台階下 是不是 是不是 所以今天呢 我們就請到了 演藝圈三位 你沒有這麼誇張 而且 其中有一位本身 他居然要去追星Running Man 然後拒絕我們企劃的 他還是個藝人嗎 這樣對嗎 歡迎我們三位女人團 嗨 小燕姐 你何必呢 我是直接跟公司說 就是你是不是 我是直接跟公司說 可不可以不要接 是 當然呢 我們這邊呢 要請到我們從來不講理由 好不好 還敢說我們是理由博 好 我們明明就是聯合國喜男 大丈夫頂天立地 敢做敢當 偏偏有的人 是愛找藉口的理由博 太結痛批女人的理由 都是毫無道理的廢話 杜力則最討厭 有人搬媽媽當擋監牌 到底男人跟女人 誰才是理由博呢 請看今天的二分之一強 趙青哥怎麼了嗎 他每次喝酒醉 他的理由就最多了 不是哪壺不開題哪壺 對啊 而且我覺得他是一條好漢 怕了吧 要不要趁機解釋一下 理由博 有什麼理由 就是喝醉了嗎 我們問一下三位 是 女人團有沒有過 你們叫男人做事 理由一大堆 我覺得男生理由超多 不只是男朋友 女朋友的關係 連家人他們都會 像我有的時候會麻煩 我弟弟幫我去買的東西 因為我們開車嘛 停並牌真的很容易被警察開單 我想說他騎車很方便啊 去便利商店幫我拿個東西這樣子 他就說 你知不知道現在天氣很冷 我騎摩托車過去 我已經要穿雨衣了 如果遇到公車的話算我好運 因為公車後面比較暖 如果遇不到公車的話 我要冷死 然後為了幫你拿一個包裹 我要脫雨衣 脫安全帽進去 然後又很冷 穿雨衣 穿安全帽 然後再冷冷的騎回家 不過就是五分鐘的時間 有那麼多理由嗎 可是聽起來他真的滿可憐的耶 對啊 而且五分鐘他搞不好就失溫了 不是啦 你才會失溫吧 我覺得你們女生理由最多 特別是台灣女生 哪有 就是 就是你 想想你在哪裡 想想你在哪裡喔 不是 而且灰熊跟迷路都不會講理由對不對 對 每天必須爬他們的路什麼的 對啊 對 沒有你們比如說 天氣太熱 我不想出門一直流汗很麻煩 天氣太冷 我不想出門太冷 太熱他也不出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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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我只有太熱不出門 因為 巧克力很容易融化 對 就是太熱的時候 我就是盡量待在裡面 太陽太大也會 我怕曬黑耶 我怕曬黑耶 他怕曬黑耶 確定 他好不容易擺回來一點 他是怕融化啦 黑色很容易吸那個太陽 你知道嗎 很燙 會燙 對 但是你們講那麼多 但是我們男生的理由 都是合理的 我自己覺得 怎麼說 但是女生找了一大堆理由 就是完全沒有什麼原因 我完全不懂 像我之前女朋友 我剛搬來台北的時候 我就是因為他有工作 那時候我比較沒有工作 所以待在家裡 然後所有的家室 都是我處理的 洗衣服 整理房子 煮東西 買飯 什麼都是我弄的喔 然後他去上班 然後有一天我發現 我快沒有洗衣精 然後我拋去那個丁豪買 然後我就是要走路 因為我沒有摩托車 然後走路到那邊 買了一大堆東西 回家 然後我發現 我忘記買水 然後我想說 你下班你可以順便提 一樣去7-11 或是去哪裡 買一瓶水帶回家 因為我們剩下一點點 怕我們今天晚上喝得不夠多 然後他說 但是那邊沒有聽車位 他說 聽車位 7-11就很近啊 但是不順路 我們家旁邊酒有一家 你要不要停在那邊 就是就開始 但是水很重耶 水很重啊 真的 對啊 這個辦法拿得多 你為什麼不能用自來水燒 就喝啦 沒有 我女朋友說我這種水不能喝 他自己說不得多 要過的水才可以 他都選你當男朋友了 他還怕那麼多 對啊 還怕重的嗎 你說我很重的意思嗎 沒有 我是說你這麼健康 有什麼好怕的 比較受不了的是 你答應過女生的事情 你就是要做到 就不要再找藉口 或理由來搪塞說答應過的事情 就譬如說 我就覺得說 曲哥每年固定 就有一個舞台劇就好了 然後就是寶島嘛 他會每年固定 跟邵清哥那個會固定去巡演 我覺得這樣就夠了 因為我覺得你還是要說 聽說曲哥自己出錢 希望製作單位加場 沒有 這麼想離家是不是 他是直接 他答應過我說 他不會再接新的舞台劇了 可是沒有想到 他還是每年都會接一個 新的舞台劇 這樣子你還不懂嗎 我懂了 不是 你們真的錯了 錯怪曲哥也錯怪 真的我們演舞台劇 第一個舞台劇的薪水 真的不如電視那麼多 是 是沒錯啊 第二個舞台劇的檔期 並沒有那麼長 所以真的 而且曲哥 請注意你們家幾個女兒 四個 四個是一個很重的壓力 你知道嗎 對啊 所以才不應該 所以他才需要 他才需要接更多更好的舞台劇 奠定他的 奠定他的 這個在戲劇表演大事上面 你看你又幫他找理由了 我不是幫他找理由 你看他就會說 互相看 對 他就會說 不是你知道這一次的卡斯有多強嗎 這一次的卡斯有誰誰誰誰嗎 而且他這次的那個 以前是誰演過的 他就會找一大堆理由 然後我就說 可是你答應過我 不要再接新的舞台劇 對 可是這個舞台劇 以前誰演過 以前在Broway的時候 可能是 不是 不是 那你就不要答應我 就是答應 對 從這樣子就可以聽出來 女生是沒有辦法 聽進去任何的理由 對 沒錯 只要解釋一點點 你還沒講完 他們就說這是理由 因為已經答應了 這怎麼辦 屈哥是有責任感 你們把他講成這樣 對不對 對啊 女孩子的借口我也覺得超多的 是 女孩子總在懷孕的時候 借口最多 在懷孕之前呢 每個月都會有那個事情 只要來的時候 他們心情可能都會不好 懷孕的時候 那因為有多一個荷爾蒙 所以心情也會不好 對 剛生完之後又有所謂的 產後憂鬱症 對 然後之後也不會停經 所以還會持續的狀況 對 都有情緒 一直到 我還沒講理由呢 懷孕的那時候 我就覺得 任何事情 只要她問說我想吃什麼 我只要一提議 她就 她不要問還好 我一提議說我要吃水餃 她說不行 我今天想要吃川菜 蛤 那妳幹嘛問我 是妳孩子要吃的 妳跟我講一大堆幹嘛呢 妳孩子想吃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吃川菜 我看籃球看一看 妳不要看了 我說為什麼 籃球現在第四集很精彩 妳孩子 她現在不想看 她覺得很吵 她是透過肚臍眼看的嗎 對